这个海景是潮汐的正面海景 前排看UFO的泳池和别墅区 还有太空窗的位置 右边是骑马的登山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看海景 之前那一套只能坐下拓管 但是这一套不一样 这个月子也想着过来住 所以隔局也适合自己住的 我們不說那麼多 進去看看 這個入壺都是這個位置 它是26樓的 然後背山 面海 我們進來看看這個 忘記說價錢 這套它同樣的40個方 主買的價錢是27萬的 就貴了 之前我拍的影片貴了6萬 貴在哪裡呢 進來看看 先看看吧 貴都是因為它的景觀 景觀挺好的 這裡它都是同樣的 開放式的 之前開發箱設計的時候 這裡是廚房的位置來 但是做了酒店 這裡做不到廚房的位置 這個業主就 廚房掛在外面 待會我們去看看 先看看廚房位 廁所位 不好意思 這個廁所都是一樣 三段式的這個設計 這個 熱水是這個位置 在這兩邊 自己做兩邊的櫃 放衣服和放鞋 這個空間都是高闊的 都是放了兩張層 感覺都是差不多的 雪櫃位置放在這裡 剛才我講的那個廚房 因為它的露台都是非常闊的 所以這個業主 這個位置封起來 自己做回廚房 有洗衣機 這個廚房是用電的 平時自己煮 早餐或者海鮮 這個都是足夠的 它做不到燃氣廚房 這個設計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露台的空間很大 然後它放了一張沙發 這個沙發就非常之簡單 我們都是先看這個海景 這個海景是朝西的正面海景 前排看UFO的那個永遲 和別墅區 還有那個太空倉的位置 然後右邊就是那個 騎馬的登山道 同樣都是油環的設施 都是一樣的 同一棟那個位置 這裡它的景觀作為非常之好 都不差 而且現在是三點鐘 雖然它朝西都不會太曬 而且它背山打了門之後 都是非常之扯風的 背山面海 所以都需要做這個沙瘡 擋了之後 這個屋內都非常之通風 它就沒有那麼熱 這裡九明是屬於外海的位置 所以這裡遊客都是非常之多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出片的時候 不是星期日 所以它現在的遊客 我們今次在樓下都是看到非常之多人 所以它的酒店這個價錢都是非常之高 平時的時候 星期一到星期四 這個屋外出租酒店 都大概是三百元左右 兩百多三百元左右 但是星期六夜的時候都會到四百多五百元一萬的這個價錢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住 給這個酒店都是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現在市場的原因 就是不太好 所以現在買出來的價錢都是非常之便宜的 二十七萬可以買這套 同樣四十個職 滿了兩年的 而且它的味肥是三角九 就是同樣的 我們這期視頻就看完了 這個套館因為它是四職 這個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拍一些其他的身房給大家看 拜拜